中国远征军作战前夕 中国远征军部队在盟军空中火力的支援下,粉碎了日军夺取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指将基地的企图,雷春铺利尔克克金义中士在用中士尖刀修理马蹄,1944年5月20日,在被教官称作小本名榜的中国云南大纯第一集团军,美军司令部受医可称节野后, 这些学员将用美国步兵的方法去指导第一集团军的各支部队,中国士兵正在前往前线为消除日本人入侵的威胁而战斗, 这些照片是刚从远东送到美国元华联合会总部的,反映了在缅甸西部抗击日军的中国空军及地面部队,指如何的艰苦与决绝,图片中这位年轻的士兵是中国部队卯星瑞士中的一员, 这支部队曾与维维尔,维尔将军,率领着英国部队一道参与了从缅甸向印度的进军,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战斗, 中国军队终于取得了攻占巴默波鲁的胜利,巴默是中印路上补给线上为日军占据的最后据点之一, 图为中国军队正穿过巴默的废墟,随着日军核心抵抗阵地被突破,中国军队开始在该地区实施扫荡行动, 资料来源,美国国家档案馆,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,化学工业出版社,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, 既我努学者翻译编辑,既我努学者青年会会员郭巧鼎,张金,金领之返回邹谷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